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指他们涉嫌村谋发布煽动刊物 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九条和第十条 其中两人昨天被落案起诉 其中一个被捕人士被黑暴门头 所想搜购 带到红磡一栋商业大厦 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会址手证 期间警方检授一批证物 被捕人士之后被带到 在沙田工作的地方调查 警方说被捕的两男三女 年龄介乎25至28岁 是香港言语治疗师总工会的干事 包括主席、副主席、秘书和师傅等 他们涉嫌村谋发布煽动刊物 违反刑事罪行条例第九和第十条 国安署检获550本相关刊物和一批传单 并冻结涉案工会约16万元资产 警方指涉及的是三本儿童繪本 其中在去年6月出版的羊村首位者 港渡大灰狼来到羊村后 羊群的生活从此不一样 警方指繪本以反修例风波作为背景 并附有时序表对应故事内容 你会见到他也有说过 就是说那些狼希望占领我们整条村 吃光里面的羊 其实狼的意思就是说是内地人 羊就是一些本地人 羊就要用一些羊角去做一些攻击 羊这么善良的动物 他也有说过它是有一些攻击能力 就是要去做一些暴力的事件 第二本《繪本》是去年9月出版的羊村十二勇士 讲述羊村里面有十二名勇士 因为大灰狼的迫害被逼坐船离开家园 但其后被捉走酬金 警方指故事以十二名逃犯案件作为背景 并附有十二人的全名 他讲到成就是说 这些羊就被人圈住了 因为参加了守卫战 而且还说这些羊以后是要杀了他 即是说他对于我们的司法制度 是希望引成一些人的争户 说羊去了羊村了 即是他暗示已经被人捉了 在逃跑的过程中被人捉了 就是会下去被人开餐 就是被人杀掉了 究竟这个是不是事实来的呢 又不是来的 最主要来说他都是希望制造一些仇恨 一些东西对一个政权的方面 至于今年三月出版的羊村青道夫 就指灰狼透过羊村围栏的洞 进入羊村后的情况 警方指故事是以去年医护罢工事件作为背景 他本目的是荼毒儿童 如果我们在法例上来看的时候 其实他根本是一个意图 是引起一些公众 特别是一些年幼的儿童 引起对我们特区政府的憎恨 引致香港的司法的憎恨 还有是煽惑一些使用暴力 还有是令到一些人是不去守法 用这种他自己的专业身份 用他的信赖 令到家长和小朋友 去灌输一些很偏颇反抗 对抗和一些反政府的主张 这件事真的令人都挺发指的 他强调一般的创作无需太担心 他有个导独的 他讲到明是讲这些东西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太担心 就是说是不是作一些创作 一些东西的时候 我们会变成了会有一些无限的联想 在创作的时候 你千万在我们的刑事罪行条例 第九和第十条里面 尤其是第九条 他列得很清楚 就是什么是属于煽动意图的 如果不要做到这件事的时候 就会是OK了 就会是安全的 至于印书的人会不会被捕 他说要视乎印刷商当时是否知情 至于家长管有这些书 是不是有问题 他说单一管有 看不到有什么情况出现 但应该尽快弃置 又劝于店铺不要再派发这些书 如果不知道怎么处理 可以联络警方 2019年721元朗暴动案 七名被告早前经审讯后 被裁定暴动等罪罪成 分别判监三年半至七年 其中五名被告早前经审讯后 裁定暴动等罪罪成 另外有两人认罪 各名被告由囚车压到区域法院 听取判刑 法官叶佐文在判词引述案情说 形容当日白衣人手持致祭保卫元朗 保卫家园的标语 将迷里国旗绑在藤条末端 也有人手持木棍 到达元朗站大堂 向习京内的黑衣人施杂 黑衣人走到月台的列车 但列车没开动也没关门 警察没踪影 列车公开广播要求乘客离开车厢 白衣人就在车厢外充满敌意 乘客的保护装备是几把雨傘 同勇地站在前排的年轻血肉之躯 法官又说 白衣人致祖武装力量 宣示元朗围绕自行执法的受难家园 将警察沦为配角 袭击无辜的市民 尝试出袭都会被打 实质上是非法禁锢 这种集体私刑引起市民极大恐慌 法庭要对私报者判主具阻吓力的刑期 被判得最重的是第五被告邓怀心 他早前被裁定两项暴动罪 一项有意图伤人罪 及一项串谋有意图伤人罪罪成 法官说他有份用武力非法禁锢他人 集体丧失理智的无差别袭击黑衣人 是指挥者的角色 罪家一等 分别判监五年和六年 法官提到 控罪涉及两个地点 不同受害人 理应分期执行刑期 但外于区域法院的权限 只能够颁令部分刑期分期执行 总刑期是区院最高的七年 法官指各被告有预谋一起去元朗站使用武力 而第二被告黄英杰 不问情犹只闹黑衣人 又质疑第七被告邓英斌 执棍智慧讲法牵强 而第八被告蔡立基 积极参与施集 他们三人分别被判监三年六个月 三年九个月以及六年 法官指 第六被告吴伟岚 用棍袭击他人头部 吴接受他曾经在当日劝交后 倒地不省人士作为减刑理由 他两项罪名合共判监四年 至于早前已经认罪的林冠良 和林启明 就判监四年八个月 案中唯一被裁定无罪的 第一被告黄志荣 律政司早前已经就裁决提出上诉 删庭后 在法庭外有支持被告的人 只判刑不公 警员就在场维持秩序 前苹果日报四名高层 被控违反香港国安法 全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案件 日前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他们提出的保释申请被拒 即时还押 案件押后至9月30日再審 再有前苹果日报高层被捕 星期三被警方拘捕的 是前苹果日报执行总编辑林文忠 上个月最后一日出版的苹果日报 是由他负责编审工作 另外警方撤销早前几名 曾经被捕的前苹果日报高层的保释 包括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 前英文版执行总编辑 不名奴峰的冯伟光 以及不名李平的前苹果日报主筆 杨清奇 四人被落案起诉 今个星期四在西九龙裁判法院提堂 四名被告都有申请保释 提出的条件包括定期到警署报道 交出旅游证件 承诺不会接受传媒访问 不会再在传媒行业工作 不会联络外国官员或议员 以及不会在公众发布任何可能被视为危害国家安全的文章等 但控方反对保释 国安法指定法官苏惠德 听取控辩双方陈词后 不批准四名被告保释 即时还押至9月30日再信 香港记者协会对当局一再针对同一机构的新闻工作者表示憤慨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不评论 强调任何人违法都会被捕 自今为止 《苹果日报》已经有超过10人被拘捕 2019年中大2号桥案 两名被告经审讯后被裁定暴动罪成 在区域法院分别被判囚4年半及3年9个月 另一被告暴动罪名不成立 但使用蒙面物品罪名成立 判囚2个月 涉案三名被告在判刑后由囚车压送离开法院 案件涉及前年11月12日中大2号桥冲突 法官李庆年在判刑时表示 案发前一天2号桥曾经发生暴动 而案发当日 示威者企图重夺2号桥的控制权 某程度是有预谋 参与人数曾经超过100人 对公众造成严重滋扰 法官指 案件片段可以见到当日暴动规模大 多人向警方作出直接暴力行为 例如投摘汽油弹等 部分由18岁的被告张俊浩直接施行 张俊浩被判暴动罪成入獄4年半 同样被判暴动罪成的 还有23岁的中大学生邓希文 法官认为他有足够时间离开 但他选择留在现场超过13分钟 由他的衣着和装备判断 他是和其他示威者同一阵线 实际上鼓励其他人 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 但考虑到没有证据证明他使用暴力 决定判他入獄3年9个月 法官又提到当时没有口罩令 但故意蒙面的人太多 明显意图是要遮蔽面容 企图逃避 侦查和追捕 事件由非法集结演变为暴动 要判处阻吓性刑罚 至于另一名中大学生 21岁的被告陈喜恒 经审讯后被判暴动罪不成立 但在非法集结中 使用蒙面物品罪成立 法官考虑到他的背景和社会服务令 报告正面 判他入獄两个月 河南年日暴雨成灾 增加自最少33人死亡 8人失踪 超过300万人受灾 国家卫健委派出工作组到河南 支援灾后卫生防疫 防止灾后疫症蔓延 郑州地铁五号线 星期二晚洪水倒灌 地铁车厢浸成这样 被困在两个车厢中间的乘客 浸在水里面差不多四个钟 有乘客就沿着隧道逃生 当局疏散500多人 部分人经抢救无效死亡 地铁全线停运 在郑州市面 都见到汽车和居民 随着洪水飘走 坐在私家车里面 看到眼前恐怖的情景 即使坐巴士也都不安心 目前在灾情严重的河南郑州市 部分地区积水开始退却 之前被冲入隧道的汽车 几乎全部堆在一起 警方禁止民众靠近 不过在部分地区 例如白沙片区 整个地区仍然严重水浸 救援人员出动医疗直升机 运走重症患者 又以冲锋艇转送病人 郑州市在星期四 将防汛应急响应 由一级下调至三级 但多个小区仍然断水断电 影响超过400个小区供电 国家主席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 形容防汛形势十分严峻 要迅速组织力量防汛救灾 妥善安置受灾群众 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国家卫健委就派出工作组到河南 支援灾后卫生防疫 确保大灾之后没有大疫 台湾当局宣布将在立陶宛 设立代表处 中方表示坚决反对建交国和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敦促立陶宛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台湾当局即将在立陶宛设立代表处 正积极展开各项准备工作 并且说这次会是计对上一次 2003年在斯洛伐克后 再在欧洲设立代表处 并且首次并非以台北 而是以台湾名义设立 大约有280万人口 属欧盟和北约成员国的立陶宛 早在1991年和大陆建交 之后与北京关系一直良好 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8年曾经在上海会见访华的 时任立陶宛总统格里包斯·凯特 前年2019年立陶宛大选 新任联合政府上台后 总统希莫·尼特 多次公开表达对台湾的支持 立陶宛去年也有份支持台湾 加入世界卫生组织 立陶宛外交部长兰斯·伯吉斯 上个月宣布 会捐赠2万剂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给台湾 立陶宛经济与创新部长 阿尔·莫奈特 月初在接受访问时表示 预计今年秋季会在台湾设立办事处 当时他也表示不担心大陆制裁 在北京外交部重新坚决反对建交国与台湾 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来 我们敦促立方坚持一个中国原则 恪守建交承诺 我们也证告台湾当局 台独是死路一条 任何妄图在国际上制造两个中国 一中一台的图谋都不会得逞 国台办亦敦促立陶宛 不要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讯号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认为 港人移民决定属个人考虑 他形容现时香港的前景非常好 有无限机遇 近期在机场都会见到这些离别画面 行政长官林郑月娥 对于多了香港人决定移民 他这样回应 我们会告诉他香港的前景非常好 经过了中央的两大举措 就是订立了香港国安法 令到香港有了国家安全的保障 经过了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 令到香港的政治安全都有保障 香港在中央的支持之下 特别在十四五规划 余江澳大湾区里面是有无限的机遇 所以前景是非常之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本身 本身已经是一个信心的保证 对香港有归属感 也都是愿意在这里打拼的人 现在就是最好的时刻 对于目前已经有二百多名区议员辞职 林郑月娥重申 香港将会有三场重要选举 今届政府任期内难以举行补选 至于不乎宣誓之格的区议员新军问题 只能法律化处理 法律的研究和如何进行宣誓筹备 都是接近的尾声 那个薪酬的问题 是不是一个人性化处理呢 我相信这个问题 只有一种方法处理的 就是法律化的处理 究竟法律可以容许如何做呢 我就怎么做了 近日有涉及性小众的电视剧热播成为热话 但林郑月娥表示自己没有看过 我就没有看那个特别的剧集 不过一如既往提到这些 有关于性小众的问题 我都觉得香港是一个比较多元的社会 我们第一不应该采取一个歧视 很恶毒地去骤骂 不过有一套剧集 我就昨天有看了 这个就是我们香港电台的 国剧的830 所以我都是鼓励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套剧集也都是很理智 也都很正面 叫做好守就位 选举委员会界别分组选举会在9月19日举行 选管会公布会缩短选举时间 由以往15小时缩短至9小时 朝9晚6投票 更首次使用电子选民登记冊系统发出选票 另外选委会界别分组的临时投票人登记冊显示 有7,891人登记成为选委会选举的选民 包括5,300多名团体票选民 和2,500多名个人票选民 根据选举事务署资料 登记成为今届选委会选举的选民 相比修改选举制度前大约25万名选民 大跌近9成7 当中教育界占最多有1725名选民 包括多间中小学办学团体 占全体选民3成2 人数最少的是香港雇主联合会 只有18个团体选民会产生15个选委议席 法律界中30个列名团体 包括大律师工会、律师会和中律协等 全部都有登记 第三界别中新增的基层社团 有404个选民登记 是第三界别中最多 当中有多个地区之友团体 包括大角咀之友 开心一族、巅峰一族、现代妈咪组等 有学者分析 这届选委会的设计是为了加强中央对选委的掌控性 我相信整个选举制度的设计 到最后它其实并不是着重于各个界别里面反映到原先的声音 反而更重视的是这个界别最后产生的代表 可能北京对他们的可掌控性 或者可预知性的增加 这些所谓的地区 或者各个有关的界别 基本上都会是建制派天下 我想现在的结果也都大家不会很意外 新一届选委会选举将于9月19日举行 会产生1,500名委员 负责选出下一任行政长官 选委会也有权提名立法会选举候选人 以及选出其中40位立法会议员 中学文彭市星期三放榜 本届有三男四女考获七方五星星皆职 成为藏元 其中有人想读医科 有藏元表示计划流港发展 暂时不考虑移民或者出国读书 又唱歌又跳舞 看来成为超级状元 心情真是特别好 在保良局董玉替中学就读的赵尔纳 成为这间屯门地区名校的首名 文彭市状元 同学都替他兴奋 他说平时除了喜欢读书 玩花式跳绳 听韩国流行音乐也是他的兴趣 他打算将来升读港大的计量金融 没有考虑出国读书 香港的课程应该都可以给到一个足够的知识层面 免得我做了一些会后悔的决定 例如我选错课 因为我不是那么了解 我知道有同学是会因为国安法的实验 而作出可能海外移民 可以说是里程碑 或者可以说是一件发生了的事 大家会再考虑究竟发生了一些事 会影响什么 或者会再有什么改变 我觉得很需要加入未来去决定 今年有七位考获七方五星星的状元 当中至少四个人想读医科 包括姓氏提反女子中学的陈乐融 他是这家学校首个文憑史状元 受物理治疗师妈妈的影响 他打算读医科以生命影响生命 并选择入读中大 香港是我的家 在这里成长了这么多年都很喜欢这个地方 所以就不是很想走 香港这两三年来的确是有很多转变 但我就觉得虽然是有这么多转变的情况下 但这里始终是我的根 我都会想继续在这里 虽然是有这么多转变 但希望之后的转变 是会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变 同样打算读医科的 还有伊丽莎白中学的状元梁博言 英华中学的晴朗 以及加勒萨姓玛丽书院的余尚泳 我希望可以帮忙在医学界有些贡献 令到少人可以受皮肉之苦 真是对香港很有贵重感 很喜欢这个地方 我觉得我是这里的一份子 所以我希望假设我有什么才能的话 我都想完全贡献在这里 帮香港成为一个这么好的地方 今届还有两位状元 是来自拔萃女书院的陈凯凝和李卓南 时事线录到这里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星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卓梁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